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平常的三分之一 刚好自己又爱吃 苹果吃多了对身体也好 于是一口气买了四香 没想到才刚过几天 我就听到了张大妈半夜进医院的事情 罪魁祸首就是那几箱苹果 苹果之所以这么便宜 竟因为他们全是打了激素 上了工业辣的毒苹果 这可害惨了张大妈 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痴迷于吃苹果 下意识就认为 苹果是对身体好的水果呢 这主要得益于它的几大好处 一 让口腔更健康 苹果是碱性水果 吃苹果可以促进口腔的酸性平衡 吃苹果可以增加口腔中唾液的产生 消除一些耐酸不耐碱的细菌 这有助于减少口臭 纽约是一位职业牙医 Jonathan Loving说 苹果因为含有丰富纤维 还可以起到天然矫质去除牙齿污渍的作用 这是因为苹果的纤维 可以帮助去除牙菌斑 让口腔牙齿更健康 二 保护大脑健康 据估计一种中等大小的水果 含有高达10毫克的胡皮素 胡皮素是一种极具抗氧化性的化合物 根据康奈尔大学的研究 它被认为对我们的脑细胞有保护作用 一项研究也发现 苹果汁可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这种促进大脑健康的胡皮素 多在苹果表皮 因为吃苹果 最好连皮一起吃 看来 小孩子不够聪明 可以多吃苹果 而中老年人 也可以喝喝苹果汁 来预防老年痴呆症 三 苹果可以对抗肥胖症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苹果可以帮助对抗肥胖症 这同样是因为苹果的高纤维含量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提高肠道微生物的活力 因此 吃苹果可以帮助预防肥胖 因肥胖导致的糖尿病 以及一些慢性炎症相关的代谢紊乱症状 另外 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吃苹果 因其中的个 能提高糖尿病人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苹果酸可以稳定血糖等 糖尿可以在两餐之间 适量吃点苹果 四 让骨骼更健康 没错 将苹果作为饮食一部分的人 比起没有吃苹果的人 体内的钙流是更少 因此 多吃苹果 可以提高身体骨骼密度 和骨骼强度 这有助于防止骨质疏松症 包括骨骼不易恶化 骨骼风险降低 女性骨质疏松的情况比较常见 多吃吃苹果 可以让身体更强健 五 对心脏也有好处 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在进行一项研究后 惊喜地发现苹果 可以减少许多心脏病风险因素 同样由于 苹果的可溶性纤维含量很高 因此它可以帮助维持较低的胆固醇水平 此外 它含有健康的黄酮类化和物 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和中风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 苹果营养高 价格也不贵 但每次买到的苹果都不一样 有时候清脆甘甜 有时候滋味很淡 不甜也不酸 口感很差 甚至是黑心的 仿佛买到了皇后的毒苹果 现在正值苹果大量上市 如何避免买到激素苹果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心仪特意请教了一位老果农 她说甭管苹果大还是小 只要牢记这五个挑选技巧 就能轻松识破 保证各个甘甜多汁 一 老果农教你一招 轻松辨别打蜡毒苹果 要首先是看形状 这挑选苹果 有时候跟交往人是一样的 那些有嘴滑舌的 长相貌美的 不一定就是可骄之人 有可能还会害你一生 苹果也是这样 那些长相丑陋的 很可能就是纯天然的 反观那些外表亮丽 颜色通红的 有可能是被激素了 二选购苹果时 不一定就是越红就越甜 而是要选择那些黄里透红的 表面有明显条纹的 果皮颜色分布比较均匀 果身上面有少许的麻点的 同时具备这些条件 才表明这个苹果是水分足 口感脆 甜度大 是可以选购的 三如果还不确定的话 那就上手摸一下 一般来说 又甜又脆的苹果 手感都是比较粗糙的 再就是还有重要一点 表面摸起来稍微有点粘手的 这种也是可以选购的 这是因为果子里面的糖分 渗出表面的缘故 这样的苹果往往都比较甜 四再教你一个技巧 看一眼果旗 苹果的果旗部分凹陷得越深 则说明这个苹果也就越甜 相反那些看起来很浅的 口味一般都差一点 再就是还可以看一下果地 如果果地部分颜色是浅绿色的 那就证明摘下来的时间还不算长 也算是比较新鲜的 我最后一步看一下苹果表面的蜡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 好好的苹果 为什么表面有一层蜡呢 其实这属于新鲜的天然果蜡 表面的蜡越多 代表的这个苹果越新鲜 一般来说 苹果表面的蜡分为三种 一种是天然的 不仅仅苹果有天然果蜡 包括橘子 其成 香里都会有一层自产的天然果蜡 这种天然果蜡 是一种之类成分 对人体无害 对水果能起到保护作用 它就相当于一个防护层 将细菌 病毒挡在外面 保证苹果的正常生长 一种是为了防止在运输途中不变质 不腐烂 打在表面一种食品级别可使用的蜡 最后一种是工业蜡 如果误食了这种用工业蜡苹果 很大可能会导致中毒现象产生 因为工业蜡里面含有重金属 就算你削皮了 那些重金属也渗透到果肉里面了 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极大 那怎么辨别工业蜡和食用蜡呢 一 用刀刮或者擦拭 有的人说 苹果本身就会有一层果蜡 不需要大惊小怪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那就错了 苹果本身有一层果蜡没有错 可自带的这层果蜡 是用刀刮不下来的 如果是为了方便保存 打了工业蜡的话 通过清洗或者用刀刮 是可以刮下来的 所以在买苹果的时候 不妨试一下 看看是否能刮出果蜡 如果呢 那就是打过蜡的 二 看颜色 闻味道 打了工业蜡的水果 看上去表面光鲜亮丽 但是这种苹果 一般闻上去 味道都不够浓郁 真正不打辣的苹果 果香味是十分浓郁的 这个区别很明显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 那可以买一些面像 看起来朴实一点的果 或者你不慎已经买了打辣苹果 那么可以清洗一遍 最好用盐水泡一泡 去除表面的辣 或者干脆一点 直接削皮再吃 这样会更好一点 三 用手触摸表皮 经过人工打辣的苹果 摸上去的手感 是有些许粘腻的 不打辣的苹果 虽然说表皮摸上去有瑕疵 手感有些粗糙 可往往这样的苹果是比较甜 而且吃起来相对健康 打辣苹果一旦碰水 因为打辣的原因 苹果上会挂满水煮 迟迟不能退去 吃苹果前 先解决几大疑问 削不削皮 红的好还是绿的好 问题一 吃苹果到底要不要削皮 这一直都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 苹果皮里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但人们又担心 会有农药残留 其实 目前正规种植的苹果 基本都符合无公害标准 并且在苹果小时候就已经套袋 基本接触不到农药 可以用水洗净直接吃 一般来说 果形整齐 果面光滑 色泽较淡 不同果实之间差异较小的 往往是套袋生产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将微波则提醒 在流动摊贩那里购买的廉价苹果 或是蚕刺苹果产品中夹杂的落地果 受农药污染的几率较高 削皮后再使用更安全 问题二 哪种颜色的苹果最有营养 从红富士 黄元帅到澳洲清瓶 虽然这些苹果外观差异很大 但只是糖分 有基酸等含量有益 营养几乎相同 但从口感 口味来说 金冠软 富士硬 清瓶酸 国光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问题三 每天到底吃多少苹果 天津营养学会理事长傅金如表示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天吃200到400克水果 基本上一个大的富士苹果就能满足 不过 没有必要恪守每日一苹果 每周三到四个即可 可以穿插吃些其他使令水果 此外 由于苹果质地较硬 吃的时候最好细嚼慢咽 避免狼吞虎咽 以免损伤肠胃 吃苹果最好的时候是在两餐之间 问题四 果汁果酱能代替苹果吗 在苹果制品的加工过程中 果汁的营养损失最少 果酱由于需要加热 可能会损失部分水溶性维生素 并会添加较多的糖 所以不建议大家代替真正的水果哦 不过 其他的苹果制品还包括苹果酒 度数不高 但口感清纯 老人可以喝一点 苹果醋有减肥功效 但尽量别空腹喝 市面上的水果种类 可谓是五花八门 不同水果的口感各有不同 只是有些水果看似好吃 但却有毒素 吃了对人体有害 不少人因此而中毒 大家要小心才对 二 八种常见但有毒的苹果 一 马桑果 马桑果在南方地区比较多见 它是一种桑科植株 每年五到六月份时 果实开始成熟 其外观如同桑胜一样 果实先是鲜红色 后又变成紫黑色 看上去如同桑胜一样 很多孩子都会将其当成桑胜 进而误食中毒 如2013年5月 碧杰七星关区 19岁孩童 就因在路边采摘马桑果 食用30分钟后 结果出现抽搐等症状 送到医院后 才脱离生命威胁 16年5月 重庆四名孩童 因误食马桑果 结果险些丧命 其实 马桑果是一种剧毒水果 一般误食后30到180分钟内 人体就会有头晕 胸闷等症状 甚至昏睡 休克 抽搐 呼吸停止等 可见其危害有多大 因此 大家要谨记 别误食马桑果 如果误食 就要快速催吐才行 可用10克小苏打 融入温开水中服用催吐 2 释迦果 有毒的水果果和很多 如核桃仁中含有禽带 一旦吞服后 就会和胃酸产生反应 从而出现禽化物中毒现象 而杏仁也是如此 其中的苦杏仁甘含量比较高 古代就有用其自杀的方式 不过很多人以为 释迦果核和菠萝蜜 榴莲果核一样可以食用 进而将其蒸熟食用 实际上 释迦果中的泛力之素成分多 一旦服用太多 那就会出现神经病变 因此大家要小心 3 白果 白果也就是银性果 其中含有不少有毒物质 如白果酸 白果酸 禽甘 银性毒等 一旦食用量多 那就会对肠胃 神经系统造成很大伤害 通常来说 婴幼儿服用5-10例就会中毒 少儿服用30-40例 可引发中毒 过多就会造成死亡 因此 家长要告诫孩子 一定别随意食用白果 不然孩子贪吃 很容易就会引发中毒事件 4 麻蜂果 麻蜂果本产于美洲大陆 不过被引入中国三百多年 过去长将其当成一种油料树木种植 主要生长在亚热带山林之中 如梁广 云桂川等地 然而 麻蜂树木材价值高 其果实却是一种有毒物 刚生长时 果实为绿色 后变成黄色 让人看了就有食欲 却不知它毒性比较大 容易引发头晕呕吐 甚至出现幻觉或致死 当然 就算孩子务实 但其实麻蜂果比较难吃 可能孩子吃上一颗就吐下 不过成年人吃上三颗就中毒 大家要小心 5 羊桃 羊桃因有着甘甜清爽的食用口感 以及高颜值的外观 在市场上十分讨喜 它在古代 也被用于药用 如可用于止血 须痰等 只是它也是有毒的 近年来 因使用羊桃而中毒的新闻 不在少数 其实正常人食用 并没有什么危险 但肾病患者 使用中毒的风险 就大大增加 其中毒表现是神经错乱 呕吐 四肢麻木 羞克甚至死亡 至于胃和 还因它含有羊桃毒素 以及草酸 因此肾脏不好的人群 要济食 健康人群最好也别一次性 吃太多或空腹食用 六 香丝果 香丝果是一种热带性水果 生长在热带区域 其果实颜值比较高 年龄小的孩子 可能会因为贪食而误食 实际上它的毒性强烈 其中有相似痘毒蛋白 一旦误食很容易就会中毒 食用过多就会死亡 七 黄果茄 黄果茄是一种草本植物 叶片为长圆形 生长在河岸边 荒地中 树干上都是尖刺 其全株均有毒素 不过其果实比较特别 如同小西瓜一样 让人看了就想采摘 不过它是一种有毒物 不能服用 但民间却用它治牙痛 但不懂治疗方法的 一定别随意尝试 八 槟榔 作为市场上最畅销的水果之一 相信很多人对槟榔都不陌生 如今槟榔已形成一个产业 带动了湖南 海南的经济发展 也创造众多工作岗位 但这依旧不能掩盖 槟榔有毒的事实 槟榔被誉为绿色黄金 从八十年代开始 在台湾流行食用 而后在湖南 也成一种畅销品 因其有提神 促兴奋的作用 成为很多人必食食物 同时 吃槟榔还会让人上瘾 习惯食用后 就再也离不开 只是 槟榔早在2003年 就被认定为一级致癌物 经常食用后 容易患上口腔癌 不少人更是因此而死亡 但即便如此 依旧有不少人 最生梦死的食用 槟榔 不管怎么说 大家在野外 一定别随意摘野果子 毕竟很多野果看起来 有食欲感 但却是有毒植物 当然 就算市场购买的水果 也要注意 一定别吞噬果核 毕竟多数水果果核 都是有毒的 大家要小心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